国家机构发行的,国内有六大银行,也有自己的钱包,也是叫钱包,那么在过去几个月,一直都在发红包,一会儿我们毛老师会给大家讲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就开始吧,我们还是给大家讲,分为三个环节,我们的这个陆地进城一个环节,我们毛老师给大家带来,接下来的话,我们发个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个分身体系,对不对? 分身体系,最后一个环节,希望大家听过整个会场,能听到两次至三次的这个伙伴,你们的有深刻的问题,然后大家来提,我们的这个讲师和我们的这个领导会给大家回答你们的主题的问题,希望大家提问题的时候精简一点,不要把问题搅混了,我们的这个有限红利,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永久红利这块,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两个环节,没有铺垫,六十个城市,我们国内的所有的钱包都会铺垫出来,这个时候央行国际钱包也又出来了,在央行国际钱包出来之前,你们把百分之九十的问题全部给大家减掉, 这样的话,你们到市场才好回答你们的客户的问题,你们必定要面临市场,来这个会场的目的就是来学知识的,来了解信息的,了解信息一直完了以后就是走到市场了,说白了,我们国家,关于央行这块是拿着资金来给大家给的, 那么资金从哪里,哪里回啊?那么最后又从市场回去的,这是国家一个战略的一个布局,一个,我们红阳体系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正能,正心,正严的一个方向,让大家有方式,方法去带谈队,让大家都参与到国家这一波十四亿人口的一个红流,红利中来, 再说了,这个百分之四亿人口,国际有七十亿人口,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的啊,一会我们的这个几位老师会给大家讲到这一块,希望大家在会场的时候安静 所以啊,我觉得,呃,像你老大啊,王总啊,孙总啊,这几位,呃,大林总的话,真的是有大爱之心的啊,非常有大爱之心的,就是,呃,我们有句话叫什么,路径不灭,难成大悦嘛,所以我们王总啊,真的,是一个干大事的人,对不对?我们跟着这一,二零一八年,那么最近才深入的去学习去了解,呃,那么, 那么在最近的话呢,我也学到了,呃,很多很多的,这个关于我们央行钱包的一些知识啊,那么也呃,呃,非常感谢我们的引路人啊,感谢我们的引路人,一部的这个,呃,辅导 好,那今天晚上呢,王总要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央行国际钱包的一个落地进程,那么落地进程呢,我们也讲了很久了啊,关于最后的话,今天晚上其他的方面的话,我们就不止 我去讲了,因为他很多方面的话已经落地了,对不对?像我们的这个两会,8月8号,就前天嘛,已经在全国各地落地流冲了,呃,所以呢,我们过多的就,呃,这些方面我就略带而过,好吧? 首先我们来补起一个知识点,数字货币 我们央行的数字货币,叫DCCC,那么DCCC是什么呢?就是,DCCC就是数字货币 EB,就是电子知识,合起来就是数字货币的电子知识工具 所以,由此所见,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货币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后面它是一个知识工具 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啊,知识宝啊,微信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知识工具 就是它的近识不同 那么,全球各大央行,所有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统称为GP,DCC 那么,GP是中央银行,DCC呢?就是数字货币 所以,全球各个国家,它的就是数字货币 那么,怎样的资格才能获得银利呢? 请各位记住,必须是下载了我们央行国际钱包,并且实名认证的用户 才有资格享受到我们国家央行发放的这个银利 除此之外,做的其他银行和商业机构的话 没有资格享受我们国家的银利 那么,第三个,我们使用的范围 企业,商户,个人,包括海内外所有的企业与个人 都能用到我们的DCC,尤其是我们国家,每个人必须得用到我们的DCC 为什么呢?因为DCC是我们国家央行发行的法币 有国家背书,国务院批准的 就像我们第五套人民币一样 国家推出了第五套 我们的第四套就渐渐地退出第十五套 对不对?那我们第六套人民币出来了 就是我们的电子支付工具,我们的DCEP 那么DCEP出来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想一想 我们的第五套人民币是不是也会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呢?对不对? 那也包括海内外,所有的企业与个人 因为我们的DCEP,它的核心是要走跨性之处 它要走出国门,最多是人民币国际化 那在当今来讲 各个国家都在研发属于自己央行的数字货币 都在抢占这样的一个先锡 为什么呢?因为谁能够最早退出数字货币 他就可以在全球数字形式时代 在这个投资啊,贸易啊,规则的制定当中就抢到一个什么呢? 一个主导地位 那么我们央行,数字货币的话 它是有一个什么呢?叫一个先发优势 也可以说,黄金币也是要表示的 我们中国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那么目前来讲 目前来讲 我们 国际上啊 这个 国际贸易 还有跨界电商 现在正在兴起,对不对? 世界各国 各个国家之间 就是说这个支付啊 还是不怎么完善的 而且有些时候很不方便,对不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个国家之间 极需要有一个 能够服务全球 满足各个国家需求的一个公共产品 而我们的低支付呢? 正好是中国数字货币系统 实现跨界时务 效率高 走续费低 使用门槛并等等优势 正好符合全球需要的这样一个公共产品 那么DTP 它也能够有效提高 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流动性 促进人民币的增值 所以啊 DTP呢 是国之重性 我们的样的国际钱包 是国之利息 跨境之后 它会保护大国的贸易 与整个金融链系的产品流与实际流 所以刚才我也讲到 上游游戏规则制定者 也是红利 大半个的分别者 比方说我们现有的 国际的一个支付链系啊 SWIFT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 已经服务全球一百多年了 那么 呃 它也因此用了这个系统的话 在 呃全球的话 拿到这个制高点 对吧 也因此掠除全球的财产 各个国家 是敢怒而不敢言 为什么 因为我离不害这个系统 我一旦离开这个系统以后 我就无法给其他国家 做出这个啊 呃 国际贸易 比方说石油啦 啊 其他等等等等那个物资啊 要流通吗 不行 离不害 所以 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况下 我们是急需要有这么一个团体 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民币 在19年啊 呃在伊朗 也是有一个大等的方式啊 做过一次跟伊朗的石油买卖 那么呃 其他国家也没有来干涉我们中国 也没有来干涉到我们国家 那么可见 我们 我们现在的国家 中国国力非常的强盛 对不对 我们人民币 实现跨境支付 那么也是啊 大有希望的啊 大有希望的 呃 所以呢 那这个跨境支付这块 啊 这跨境支付这块 可以说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想 占据到这个最高点 数字支付公寓的 制高点 也是全球各个国家的 一个必胜之地 那我们中国 是有着这个啊 优量传统的啊 像我们的这个 微信支付宝的支付 它是全球最成功的 电子支付平台 嗯 嗯 那么我们的 DTP 为什么在 当今 支付平台 如此成熟的情况之下 还要出来一个 样案钱包呢 其实 我们的 样案钱包 不是要取代 啊 现有的支付 利息 而是在 现有利息之外 额外又增加了一个 更加权威的 更加可信的 输出支付工具 最主要的是 实现 跨界支付 那么 在这里的话 我 要跟大家说一句话啊 我们中国 是一个残杰的民族 像去年 突而起来的 一期一样 我们中国 万种一期 全民抗议 所以 已经在我们中国 没有打下 啊 没有打下 那么 今天我们的人民币 要国际化 要走出国门了 我们是不是也要 万种一心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肩上都 肩负着啊 这样的一个 历史使命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 得奔赴在 最广的第一线 是我们的人民币 快速的 国际化 如果大家 觉得我讲的这话 有道理的 大家来个掌声 好不好 好 非常好 看来 这些的最好点 好了 感谢人民日报啊 在元月十八号也发了一则 这个文章啊 发布的文章 就是数字人民币支付新选择 大家说 大家都想而知啊 在今天 数字人民币 他走出国门以后 实现化金之后 每一个国家 一个都得来 用我们的 央阳国际信号 那么等到全世界人民 在用我们央行先报 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的央行 是不是也可以 收取一点点的服务费啊 因为我们这个工具 是服务全球的 服务全球的 以后我们随便的走去哪个国家 就是叫地球村 地球村 你走到其他国家 不用去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 你就拿好一部手机就OK了 你走到哪里都会支付 大家就说好还是不好 所以 我们的人民币 实现国际化以后 可以说 助力我们中国成为 助力我们中国 成为世界第一 那么这里还有一篇文章 疫情推动 世界转向数字化 数字货币 其实 数字货币 它就是一个什么 数字化经济的时代 时代已经来了 时代已经来了 那么 刚才我也讲过 我们中国 有着这样的一个 平台 就是 有过这个 微信支付宝 这么成功的平台 那么也就是 我们完全有资格 能够引领全球的 数字化 经济时代 所以 我们 人民币 国际化 也关乎着 全球金融的稳定 我们人民币 也会 引领 时代的潮流 引领 全球的经济动作 一个多项 那么我们 如何去 实现 国际化 这个布局呢 如何布局呢 其实我们 四大行 中文国建 已经建立了 160多个国家的定点 包括一带一路 以及 延伸的 这个 永恕国家 都已经 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定点 那么一带一路 有 人口布局率的话 达到 14亿 在全球的 63% 这个经济规模呢 达到 21万亿美元 在全球的 29% 货物的出口啊 和服务出口啊 占到 全世界的 23.9% 所以 由这些 一带一路 以及 邻近国家 这样去带动 全球的话 我想 也是非常非常 厉害的 非常快的 那么 有人形象的比喻 就是 一带一路 跟 DTB 就是一把 商人件 一把商人件 那么一带一路 广场 欧业大陆 中间年间 下来几个圈 西边进入欧洲的 经济圈 无论是发展经济 改善 民生 还是应对危机 加快调整 许多国家 和我国 有着 共同的利益 那么在这里 有一个 教授 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他说过一句话 人民币 在现有的贸易中 已不可或缺 而这种重要性 在加入 SDR后 会得到提升 这不仅 给中国 和全球贸易 带来好处 同时 也有益于 其他国家 所以啊 我们不是为了 我们国家 而是为了 全球的每一个国家 都有 共同的利益 好 那么这个是 我们一带一路的 一个区域版图 诸头之路 是我们 已经 有着很久很久的了 这个路 那么 21世纪的海上 诸子之路 就是走南太平洋 通过东南亚 到印度洋 到非洲 经过非洲 到地存海 这样的路 为了这个版图 大家 略微地了解一下 我们就是通过 这个一带一路 去 然后就影响到全球 那么担心来讲 我们看看这段图片 就是 22号 我们央行 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非银行支付机构 客户的 被付清存款办法 那么这个办法 是怎么讲的 就是非银行支付机构 也就是第三方支付平台 那么这个 支付费金的话 必须由央行 或者是 这个实力雄厚的 商业银行的存款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平台上面 有一千亿的 被付金 那么这个被付金的话 你这个平台 你这些公司 必须拿一千亿到央行 或者是银行去存责 由银行来保管 所以这是 这一个举措 是在保护我们 老百姓的财产 确保我们的财产安全 警方我们的资金外流 那么为此呢 我们的DCP 也在加速的落地当中 我 我们也真诚的 为了这一群 我们这一群 能够推广 央行国际钱包的 这个伙伴们 祝福 因为我们是最幸福的 我们是最信任的 我们也是最能够吸引财富的 好 那么 DCP的落地进程呢 分为两个步骤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 DCP是本身的落地 第二个部分 是机构的落地 感谢感谢 感谢大家的掌声 那么DCP的本身落地呢 也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 测试 测试啊 那么在去年 在我们深圳 做了一次 类测版的测试 发放了1000万红包 在 元月啊 2021年的元月 发放了2000万红包 也做了一次测试 叫空测 这年三十二的时候 在 苏州 做了一次公社 发放了2000万红包 那么 作为视频 那么 此次公社的时候 就是已经打通了 这个 金松啊 淘宝啊 违离会啊 这个 这个什么 美团呢 等等 一些建设 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所以 这一次也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 今天在北京上海 做了什么呢 落地 实力店的落地 比如说哈飞店啊 公交车啊 机场啊 地铁啊 火车站啊 医院啊 食堂啊 都已经落地了 最最重要的是 跨境支付 那么去年 12月份做的跨境支付 跟上海做的试点 也是非常成功 所以 那么在 这一些 一切的这个 试点 都非常成功 那么在今年的 3月6号啊 我们的这个两位 也是 所有的人大 呃 人大代表 都已经全面通过 那么3月8号 这是前天 在我们全国 有60多个 60多个城市 已经开始 落地流通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数字货币的时代 已经来了 啊 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时代 而不是一个字 是一个时代 那么都说啊 呃 雷神说过一句话啊 站在风口 落 浪尖 对吧 诸也能够飞上天 那么我们 不是跟风的 我们不是站在风口 我们是受风者 大家理解吗 我们是受风者的 好 那么下面 要到第二步 就是全面落地 全面使用 我们的DCP 将会进入 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个人 也就是到 全面普及使用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机会来了 我们等的 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 因为只要等到 国家一声音响 我们就开始 全面就吹广了 不管 你身边的人 还是外面的人 你的微信好友的 你的朋友圈的 而只要是喘气的 用钱的 都可以去推 那么 我们推了一个人 就是一个数据 你推一百个数据 跟一万个数据 未来啊 我们就是用这个大数据 来赚钱 用这个大数据赚钱 所以 我们今天的努力 跟以后的财富 一定是等正比的 那么第三步 我们一定是要 走出国门 开启数据人民币 快速国际化 这是我们的 终极目标 要快速国际化 好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落地机构 落地机构 那么我们的六大行 中东工件 交流银行 有储银行 这个是已经落地好的 还有这个 微重 这个这个店 什么网站 是吧 也已经在交流当中 将来 还有更多的 商业银行 都会进入 比方说我们的 这个农商银行 是吧 还有很多很多银行 都会 落地好 它是为什么呢 它是要落地好以后 要服务我们老百姓的 我们要换取DCEP 对吧 我们要做这个 一些服务认证 都得到银行去 所以整整工具的话 就是我们的 一样的钱包 那么是 听众 国内外企业 以及个人 都来使用 我们的DCEP 在一起 包括支付宝 跟微信 我们现在有机器 支付宝 跟微信里面的 电子币 也可以换成DCEP 一换 换一换 一换一换 没有手续费 包括我们银行行 要转为DCEP的话 也是没有手续费的 还有三大运营商 电信移动 联通 这个移动 都是我们的 这个机构 所以 待会 我们语总会讲到 就是这个 机构 机构 我们注射的时候 已经记住好 如果你想拿到 国家的红利 我们就必须得 注射央行 国际大钱包 不能去注射 这些机构的 如果你注射 机构的 这个 钱包的话 你交易 我们国家 央行发放的 红利 支持交易 那么这个 数字能力 落地的进程 这些都已经过了 我要重点讲讲 央行钱包 已经成功 直入 30多个国家的 这个 数字法币 也就是意味着 到目前为止 30多个国家 他们的 法币 法币 已经在我们的 央行钱包里面 它可以 随时 对话 随时 就进行交换 那么接下来 会有更多的国家 更多国家的法币 植入到我们的 让我们钱包里面来 那么以后 我们拿着我们的手机 拿着我们的手机 走出国门 就像走进菜园一样 不需要去 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大家说好还是不好 一定是很好的 对不对 那么2月4号 数字能必立法 19号 支付 立法 3月6号 人大代表 全力通过 那么我也探过 看到那个 现场的 人民代表当会 全部 那个会上的 领导 全部起立 一次通过 那个掌声 哎呀 真的是 好热烈 全部通过 所以 我们 全中国的人民 应该是 要 关注起来了 对不对 那么接着8号 在全国60多个城市 已经开启了 落地流通 那么现在落地流通 是在银行做一个全面的事件 啊 做全面事件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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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重之重的 是我们一样的国钱包的 这个二维码 啊 二维码 我们是要拿到二维码去推广的 啊 不是在银行注册啊 那么中国呢 是最值得消耗的一个国家 我们走和平崛起之路 我们 啊 现在跟某些国家 大家都知道啊 是没有效应的战争 我们不跟你还 啊 飞机大炮 对不对 我们走智慧战略 就像 我们第七月走出国门一样 我们不跟 搞个体系 某个系统 来对着看 对不对 我们 绕过你这个系统 都可以吧 你自己还大时候 你走到我前面 我不玩到 到时候 我玩到时候吃啊 对不对 我换得到 你什么着啊 所以 我们中国人 最智慧 我们走这样的战略 是最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中国啊 我们中国的汉语 也将成为国际 许多国家 都在学我们的中文 苏国人民币国际化 那也是 必然的 也是肯定的 是必然中的 很必然 所以 所以我们每一位中国人 都要为我们 为我们伟大的国家 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我们中国 也将会在牛年 牛转前观 牛气中天 随着 这DCEP的横空洲市 我们中国 必将 领跑全球 好 是不好 一定非常好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到了21世纪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都应该明白 我们都过了 这种 安打独斗的时代 我们一定要 一起 抱床取暖 一起打天下 打完天下以后 怎么办 平分天下 平分天下 那么 习大大 也讲过一句话 这两会 讲过一句话 让每一个人 共享 国家发展的红利 让每个人 同享 梦想 神圣的机会 一花 足放 不是春 百花 其放 春满园 未来 我们还可以实现 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 复兴的 中国梦 共享成果 就要 共同努力 共同奋斗 那么 大家想一想 习大大的 这一番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 想要 共享 国家的红利 我们是不是得 为国家 做点事啊 以前我们想要 为国效力 这个好话 喊起来 我们很难 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机会 对不对 我们小老百姓 哪有机会啊 所以今天 机会给到我们了 我们一定要 牢牢的招出这机会 因为这次机会的话 绝对是千年不遇的 这是必改啊 这是必改啊 各位 大家有没有知道 历史上就 一次 第一次必改是谁啊 就是秦始皇 他灭了六国 统一天下 人家统一了货币 但是第一次必改 那么这是第二次 我们现在是 第一次第二次 我们这次必改 将会引领全球 各个国家 都会用到我们的人民地 他又说好还是不好 所以这一幅大棋啊 是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也是我们中国 几大领导人 心血的结晶 所以 大家一定要认清楚 认清楚 我们未来 我们未来 我们国家 为了我们国家 为了我们个人 为了我们整个家庭 为了我们社会 我们是不是该 出一点力 那我们勇于分享 洋人国家 情报 我们就是最幸运的人 我们是最有魅力的人 我们也是最能够吸引财富的人 所以 我是真疼的 真心的祝福各位 祝福各位 能够在 DCP推广的 这个事业当中 我们都能够拿到 自己想要的结果 都能够实现 心中的梦想 感谢家族的命 好是不好 感谢家族的